好,先看一下我这个,这是我周末吧,周末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做了这么一张人像,还是有一部分的问题,还是有一点问题,但是呢,没有再往细的修了,我现在转了一个黑白,你先简单看一下 我之前也说过,黑白呢,是验证你的一个片子,是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在你修完一张片子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片子有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片子没问题,你都要再重新的打开你那个观察层,关掉曲线,只留黑白渐边映射,来观察一下你的这个片子的黑白灰关系啊, 是否正确 我这里说这个是否正确啊,其实就是经常强调的,看一下你的这个暗部啊,有没有黑死 高光有没有缺失,或者是高光有没有过曝 暗部有没有缺失,就是你这个片子的调性啊 暗部是否给够了 中间调过度是否自然,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如果说你这些都不明白的话,在现在 那么你是有直观感觉的,对吧 你点开黑白灰,看一下 这个直观的感觉传达给你是否是一个舒服的 或者是一个不舒服的 那么舒服的就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说不舒服 这样问题就来了 你就要解决你的这个不舒服 因为在这个有色的时候啊,是很不容易判断这个结构的 我们会被一些有色的东西啊,分散你的注意力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们先来说作业吧 对吧 说完作业呢 哎,才把今天这些 这个五官啊 包括我找到我之前有同事的时候 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啊 做的这个练习 包括这个光的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画画的时候啊 有一个简单的练习就是 布光 先画好一个黑白灰之后啊 上不同的光影 上不同的调子 过一会儿我们来说 一个个简单的说一下吧 其实就是在我看来的就是修的还是 嗯,不够细 现在啊,就是包括你们这个 如果有人没有做完的话 再拿上去修的时候啊 可以先不刷光影 只需要做到修干净即可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原片对吧 哎,这些都是对的 复制一个新的涂层 呃,有细微的液化加去豆 对吧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性灰 首先 你关掉这个图层看啊 这个中性灰的过度啊 它不是很 不是很自然的 这怎么叫不是很自然的 你看你的这个 点的分布啊 包括这个 白的这个区域啊 它总会有这样的缺失 你看它一旦发生这样的缺失呢 它这个衔接上啊 就不是那么自然了 你看 你看这一块 我放大看一下 你看这儿有一些缺失 对吧 点开 你看 你的整个这一块呢 上了一个观察搜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你只做了这么一小部分 对不对 但是你完全没有顾及到 下面这一个大的一块 看啊 我们整体来看一下 你的这个中性灰呢 是做了一些什么地方 看 只是把特别明显的这个 暗窗啊 脸上的这些小暗窗 给修掉了 包括有一些色差的地方 看这些 就是不建立一个中性灰呢 也能看到这些东西 对对吧 你就是把最直观的这些 修掉了 很好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需要继续深入的是什么呢 你看啊 你既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小半块 那你现在应该也能看到 应该也能看到 鼻子上出现了 稍微重了一下 鼻子上出现的这样一块 这个区域 和其他的这个明显有一个色差啊 你看 你来观察一下 对对吧 整个这一块 包括脸 我们把曲线再压一下 呃 记住了这个曲线要放在这个 黑白渐变映射的上边 没有收到 还没有收到 其实你下午 我觉得你那多词一举 你都发了那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要取消发离线呢 都都都快收完了 直接取消掉了 我们来继续说这个 你看啊 这有区别的 这是有区别的啊 谁在谁上边 这是有一个区别的 看到了没有 你已经很直观的看到了 对对吧 所以说渐变映射要在下边 而曲线呢 是在他的上边 你看你两个颠倒一下 你的这个黑白灰的这个 这个这个关系啊 就错了 就变了 嗯 非常明显 对不对 我再检查一下你的这个 啊 没问题 对吧 先要建立一个黑白的渐变映射 再来建立一个曲线的观察层 它是在他的上边的 当你把这个曲线再压暗的时候 再稍微压暗的时候 你看压到压到这么暗的时候啊 你看这一块 你就看得非常明显有脏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在这儿 稍微给你修改一下吧 记得看一下你的这个 啊 你现在才给我发过来 我现在才收到 我现在才提示了 在那台电脑上边 我先看一下这个笔刷 笔刷没有问题 你看啊 你看 你的片子 首先呢 我们中信辉的这个高光和中间电脑 它是比暗部要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这个在相对于暗部来说呢 暗部如果你的这个中信辉做多的话 它会发生这个缺湿的颜色 会发青 你就需要新建一个柔光涂层来添色 而高光呢 不会 高光和中间调其实是非常好做的 只不过是需要你观察的更加细致一些 你需要把这些在高光和中间调 哎呀 这个这个黄色的一坨翔啊 让人实在是 我就先这样简单的做一下吧 我就给你演示一下 你需要做的是在高光和中间调中做的极致干净 对吧 你先把这一步做好 然后再去看这个转为暗部的调子去 之后的作业呢 发给你们啊 不需要刷光影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还是需要慢慢来 你们要理解这一步就可以了 你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给我中信辉前面这个涂层啊 给我修干净 不要盯着那个光影去刷 那我还是新建一个好了 新建一个这样能够和你的区分一下 你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不会占用太长时间啊 这个稍微快一点 对了 你们都已经是买了板子了是吧 如果有人没有买板子的话 我会推荐他一家这个店啊 很不错的 下午我刚用一下他那个新板子 呃 性价比啊 包括些各个方面啊 都很棒 你看这个 这个黄色啊 存在的就是确实让我影响观察啊 我稍微的做一下吧 稍微的 我给你 不行 看来还是不能偷了啊 换 换一个画质 换一个画质 我们快速的把这一边 搞完它 能看到吧 有画面 你们那边都有画面吗 有哈 有就可以 好 你看啊 这些 这些部分啊 都是 都是需要你要修干净的 你看 他现在啊 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不是像一面砂纸 砂纸都见过吧 就是那种分布很均匀的颗粒 你中性灰啊 就是要修到这样的 嗯 可以的 是什么板子呢 有多少呢 什么型号 什么牌子啊 你看你的中性灰啊 一定是要做到 眼里柔不得半点沙子 你看这个小黑点 有多少 对不对 包括一些小灰色的块 灰色的块 这些都很多的 你需要 慢慢的 静下心了 一点一点的 来把整个 你看到的这个区域啊 修的非常 细致干净 把黑色 加深的地方啊 填充一下 填充完之后 你会发现 这些灰色的 过度非常不自然的地方 要修 对吧 你的中性灰 其实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做补丁 不断的做补丁 那么你现在就不要考虑光影的存在 你给我把这一块修干净 修到过度的地方 如果你不会修 你可以停下 你可以停在那 下堂课 我给你解决过度 该怎么去做 怎么去处理 中性灰呢 真的是可教的东西 并不是非常多 它的原理啊 包括结构啊 都相对来说 很直观 难是难在哪呢 难是难在你的实 难是难在你的这个 实践 怎么又连理了 中性灰没有几十张 甚至上百张啊 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恐怖啊 几个小时 甚至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一天 中性灰一张 你积累不到十几张 几十张 甚至一百张 是出不了这种效果的 那我不继续了 看 现在应该能看到一些差距了 看到吧 整个这一块 你之前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不对 我现在简单的做了一下 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关掉 我们看一下 看 你拿肉眼看 它这儿其实也能看到的 对吧 需要不断的细致 再细致 再往下做 我们来看 你这个光影刷的还可以 我觉得 这个光影刷的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说你前期这个皮肤修的很干净的话 很干净 然后你这个光影加上以后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看一下 基本上这些该加深的该提亮的都有 注意的是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你看 这个高光点 还有这儿的高光点 这儿的提亮 你三个度几乎是一样的 对吧 你要看一下 其实正常情况下 它这儿是有区分的 我们来看圆图 看到了吧 圆图 鼻梁鼓的这个 鼻鼓到软鼓 这个阶段呢 是最亮的一个高光点 这儿其次 看这两边都是其次 所以我们加强时候 也要遵循于这样一个原则 这儿稍微来一点 可以 中间这儿可以狠一点 鼻头也淡化一点 这个光影刷的还是可以的 前边也发现大小眼了 再看一下 你 你这里是擦出一个什么来呀 我知道了 你这里是做了一个高丝模糊吗 这儿 是吧 我看这儿有这个模糊 蒙神以划痕啊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啊 你看你这些小肉粒啊 小脂肪粒这些东西啊 其实 狠狠劲啊 钟信辉可以修走的 那么怎么去修 其实这一块就相当于我上一堂课给你讲了那个我那个女人的半张脸 那半张脸 就是这儿 你把 不断的把这个看 加深的这个地方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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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个小亮点的地方加深加深加深 稍微加深 让它更加的平衡一下 就马上就修走了 对 这个鼻翼这两边和嘴唇的高光稍有点过 尤其这一块 哎 你看 这就看出来了 包括人中啊 人中刷的有点狠 稍微你看 稍微强调一下 你可以从这里 从这里一笔蹭一下 蹭一下 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鼻子和嘴唇 快有一点这个这个金属质感了 柔光 对 刷了一下颜色 是吧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修眼睛上的这个血丝 需要的就是再把这个中性灰基础 修皮肤做好 呃 之后的这个作业啊 我不需要你们来刷光影 我就要看到中性灰第一步皮肤 好 先这个 先存一下吧 马上啊 一般的是这个作业啊 是不会太在这个课程上面说的 我是看你们发过来的 不是很多 对吧 我就把这个给你们说一下吧 你看啊 你看这个就是 基本上啊 啊 做了半张脸 对吧 做了半张脸 但是半张脸的话呢 你看啊 你的 我先关掉这个刷阴影啊 你的这个基础这儿啊 还是没有 而且我感觉你的黑白颜色不正 看 有问题的 这个黑白 看到 到了这个 偏红色 这一块的时候啊 你看到的黑白就是发褐色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 纠正过来 啊 看曲线啊 不需要建 这么多点的 对不对 你其实 一根曲线 就可以 就可以这样 来回的 去 搞定 对不对 这个还需要做啊 这个还需要做 这个 呃 需要做的地方还非常非常多 能看到的这些 需要再加强 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 就快有点意思了 我们来看一下 去逗 鼻子 看 呃 这一块再继续深入啊 你看包括这儿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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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看到有一些 小的脏点 啊 我压实 压暗一点 这一块 这一块是什么东西 啊 哦 看 你的这个 瑕疵 瑕疵这一块 看到吧 这儿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来 看 当你看不出你的面部还有脏点存在的时候啊 曲线 一压暗就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 你如果想验证你的这个中信辉是否完美啊 你压暗一下 再压暗一下 能看到这些脏的地方了吧 是不是 这就需要你第二次做中信辉来把它修掉 方法呢 包括额头也是 方法 方法呢 就是刚才做的那些演示 好 其他人的那个作业啊 没有给我发过来或者是发的稳啊 那个 我因为现在要考 会浪费点时间 回头吧 回头 我不占用这个课堂时间 可能可能是在 明天不是上午就是下午 或者明天晚上的时候 我直接在那个QQQQ可以直接上课的 拿你们那个作业来说一下 我今天呢 看我在上课之前啊 嗯 把这个PSD 对 会要给你们说的 放心 呃 换一下画质啊 谁的都落不下 只要发过来的我都会看的 因为现在我要再弄的话 需要两个电脑来来回折腾一下 你们看到的这个PSD的图层呢 没有这个改 没有这个改的这个图层 我先把手机拿远一点 啊 调一个静音吧 你看 你们看到的 你们如果有有人下了以后啊 下了以后 现在对比看一下 没有这个改 这个改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会儿会说 那么看一下我的这个中性灰啊 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我们来看啊 图层有点多啊 图层会有点多 这个是越修越多 越修越复杂 最后这个曲线是要保留的 来继续昨天那个课程 看中性灰修皮肤 对不对 你们现在做到的就需要这么一步就可以了 你拿到了作业 我看到是这样的 OK 没问题 小问题 我们再带着你一步一步来解决 那么上次上课 修到了就是 修到这里 完事了 是不是 后来这个呢 看我把杂发修走了 这个杂发是怎么修走的呢 肯定是有一部分同学要问 是吧 杂发是怎么修走的呀 建立一个盖印图层 看我是怎么修走它的 这些杂发 我是从这里开始用一个钢笔工具来抠图了 我不需要外边的这个东西 我只需要 这个可能抠的太狠了 我只需要里边的这个 好 自己观察一下这个弧 然后把这个下一个走向点拉回来 钢笔工具都会用吗 好 会用就可以 我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抠的不一定像我那个修的时候那么细了 就是稍微的 你们明白我是怎么把这个杂发修掉就可以了 好 看这里啊 我其实我自己修的时候抠了两次 嗯 现在呢 我准备把一次把这张脸啊就这半张脸啊就抠下来了 看一下下边下边应该没有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也抠了所以还是给大家把这儿一直抠下来吧 因为下边因为下边那个地方呢还是要把他的这个背景啊换掉一下 对可以移动秒点的 好 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Windows和苹果系统的快捷键了快 我们把这一块都回来了 Ctrl加回车就自动建立一个选区 对吧 当然建立这个选区之后呢 你还可以加一部 手柄 手柄是什么 呃 做完这个选区之后呢 你还可以做什么呀 是否的加 F6 对吧 可以语化一下 当然我那个刚比的时候我并没有语化 一般情况下呢 会一或者是二 一二都可以 咱们这个选一吧 新建一个图层 看到没有 新建了一个图层 然后啊 点萌版 它就会自动存一个你的这个刚比的这个路径啊 其实你在路径里边也可以存 在这里 你看有一个工作路径 对吧 我是为了方便 而新建一个图层以后 我这样按住这个Ctrl啊 或者按住Alt之后啊 我好选择 我好选择我的这个路径 按住Ctrl之后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路径选择 选了这个路径之后 我们再回到图层33 对吧 我的这个P 这个背景呢 换的非常 怎么说呢 粗暴 我就是拿画笔工具 吸管 吸一下 然后 把这个 不透明度和流量变为5050 或者是更大 都可以 沿着这个 你的选区啊 画下来就可以了 我是为了非常快速的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就不考虑那么多的细节了 上面这一块 有点不自然 怎么办呢 稍微吸管吸一下 把这个颜色啊 画出 过渡一下 就OK了 可以了 这里还有一点 看我们再需要一个选区 把这个 靠近头发边缘的地方 稍微擦狠一点 你说的手柄是什么呀 我不明白 你说的手柄是什么东西啊 这样比较快速一些 是不是 那么之后这个头发 它这个边缘 不是这样骑 对不对 不是这么骑 该怎么办呢 之后我会做处理 现在就是为 让大家明白我这半张脸是 怎么快速处理的 这样就清楚了吧 清楚了之后 我们来看 我当时做的这半张脸 对 对吧 看我下边没有抠 我当时啊 只看到了 脸上杂化的这个区域 所以下边呢 没有再继续 这一步就是说 我的这个头发 该怎样的 让它看起来 不至于这么切的生硬 我们来看一下 很大的一个区域啊 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看我画了一些 睫毛 眉毛 这样看 是不是看得不清楚啊 建立一个 灰色的 好 这样看就清楚了 对吧 看我做了些什么 好 目的呢 就是说 你在刚才做完这个 钢笔路径选择之后啊 你不管是你擦背景 还是来换背景 还是来填充一个颜色的背景 它这里啊 会变得非常的奇 切得很狠 就像一个圆弧 做了一个外科手术一样精神 就算是你拿那个 刚才我做了那个 那个语画 对吧 一的语 语画 你这里啊 也是非常 不自然 所以需要的就是 新建一个空白图层 看这个图层属性啊 什么都 都没加啊 就是正常的一个空白图层 通过你的画笔呢 来吸取头发周围的颜色啊 让他这个头发边缘 显得更加自然 我没有再往后的画啊 其实这个地方 应该再往后的画一些 圆景上的模糊的头发 模糊头发怎么画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选择一个 你看我这个画笔啊 都是非常清晰的 很硬的 那么远一点的画笔 该怎么画呢 选择一个画笔工具 是什么呀 揉边圆 然后打开传递 打开传递之后呢 把你的这个流量和不透明度啊 降得稍微低一点 看我现在是6060 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你看他这个原有头发 在这个位置啊 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原图 对是原图 这些位置会有一些模糊的存在 那我们就需要 吸一个这样的颜色 给他做一个大的模糊的存在之后呢 在模糊的这个背景上面 再画一些很明显的细条的头发 这样就做得像后面这一块 更加的真实 更加的自然 看头发 哎 头发和眉毛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眉毛 包括睫毛 是吧 你看 它是有睫毛的 对不对 只是啊 由于妆面啊 或者其他原因啊 睫毛啊 都不是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就需要把睫毛画出来 加一下 那么头发 这一块 一样是这样的 让它不至于那么乱 就包括一些 你看啊 我这里是应该修掉杂发的 啊 看 头发上的杂发 稍微修了一部分 稍微修了一部分 看这些地方啊 这儿是怎么修呢 就是呢 这个 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画掉就可以了 画掉 你看 画掉以后啊 会产生这样的 发户的一个 这样一些 很乱入的线条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 把你的 画笔啊 看 啊 这一块我还没画 这一块我还没画 那么正好 给你们演示一下 怎么去画 对不对 怎样去选择画笔 在画头发的时候 要用硬标源 点开 形状工具 让他有一个压杆 然后把传递啊 关掉 这个呢 就选择100的100就可以了 传递关掉 首先呢 先看一下你的画笔啊 是否是两头尖 对吧 两头尖 没有问题 那么 吸一个颜色 吸一下 这里的吧 把流量和不透明度 再稍微小一点 看一下 画笔不够硬 怎么办呢 调整间距 把间距 调整为1 就是最小 那你这个画笔啊 就会非常硬 好 我们开始 画头发 把笔刷控制的细点 看到了吧 好 再细一个颜色 再细一下 我这样画 电脑会有点卡啊 但是大家稍微 看一下 是怎样 其实这个不难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 你就需要 排排线呗 练一练 多多的把你这个 手啊 和这个手绘板的 这个感觉啊 融合一下 解放一下 对不对 看 当你这个小细线啊 达到一个量级的时候啊 就会把下边这根 白色的线啊 遮掉 不断的完善 不断的完善 当然要注意 就是 为了我们要做的头发自然啊 你的头发不可能是 由于是一个颜色 来铺成一块的 这样就是太假了 非常假的假发 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的头发是 由于光则 由于光 在照进来以后啊 产生不同颜色的变化 尤其是欧美人 他们这个头发的颜色呢 本身就带色 而我们这个亚洲人呢 包括 就会是黑头发 黑头发 你也不能一味的画黑线 对不对 你要不断的选择 你头发周围 由于光感啊 产生这个色相上的变化 来穿插起来 这样你的头发 才会越来越自然 是不是 现在就感觉到 修商业人像 修一张 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麻烦 考虑的问题 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 修商业人像 还有麻烦呢 我选的这个案例啊 还不是非常麻烦的 明天 下一堂的课程 我们会简单的说一下 怎样去换发型 怎样去补一些 感觉很飘逸的长发 那个才是最麻烦的 今天呢 我们还是主要 就把这个中性灰 包括简单的头发 毛发修饰 说完之后 还是要强调一下 中性灰 如何应用到写真 和婚纱里边去 让你的片子啊 皮肤看起来 更加逼格高一点 那个写真的中性灰 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写真的中性灰 他不会拍人像的大特写 是吧 这个就需要不断的练 写真的中性灰呢 他你只需要有的时候 偶尔去一下脸上的这个色块 包括手臂的色块 这些东西是你需要关注的 看这根线已经慢慢的淡化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 不断的把这个东西啊 补完补完补完 让他看不到为止 好吧 我就先坐到这里 后边头发我也没有怎么画 我主要就是为的目的啊 就是说 这一片怎样去完成 然后通过你的笔刷 让头发更加的柔顺 其实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这个线啊 柔顺的线 排的量很多的话 排的量越来越多 就会达到一个让人看起来啊 非常柔顺的感觉 而不是这样干枯干燥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改变他这个头发的杂发 就是在后期的刷光影 把一些这种特别亮的这个头发加一个暗部的一个过渡 光影的过渡 它就会沉下去了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飘在上边的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图层17 是我干了个什么 还是我新建的呢 刚才 忘了 修过就忘了 你看还做了一个盖影图层 这儿是把 我知道图层17是干嘛了 修眼睛里边的血丝 看到了吧 把血丝修掉了 修掉之后呢 做了一个盖影图层 看做完盖影图层之后呢 你看啊 你修血丝的时候啊 会发现靠近眼角的血丝是不太会修的 对不对 没有办法修的 脸上 脸上的杂发 你看如果说你要把这一块的杂发要修掉的话 就是前期需要大面积的直皮了 而不是要就是把它单独修走 因为你单独修走这一块会非常非常护 你就需要怎么样呢 你就需要可能在皮肤上面找一块 和它相近的一个肤色的皮肤 你看如果要做这一块的话 你可能是需要把下边 这么一块皮肤 选一个区域 把它切下来 等于是直皮 贴在这儿 把周围啊 用那个渐边映射擦回来 同时调整这一块的肤色 调整到它们之间啊 相对统一 只有这样 如果说你是特别小的这种杂发 像这种一根的杂发 我相信你也是会修的 这种你问的应该是这种 比较大范围的杂发 看我们继续说这个眼睛的血丝啊 你这样修完血丝之后呢 会发现眼睛血丝这儿还有这样的续状 对吧 但是现在你如果用这个污点修复画笔工具的话 如果这样画 它的这个颜色会越来越乱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中性灰了 把这一块的这个血丝啊 剪淡就可以了嘛 是吧 然后你的眼睛呢 就干净起来了 这一边也是 这一块我是做了什么 这一块就是把脸上的这个颜色 看包括这个眼袋下边的泛青 有那么一点点泛青的颜色 包括这一块的颜色 要用柔光去掉 钢笔工具 钢笔抠图步骤 完先用 然后保存选区 新建图层 对保存路径 其实就是为了你方便 你因为啊 不可能一次性的把这个颜色啊 包括你的这个背景啊 换得很漂亮 你就是要不断的来选住这个区 然后一点一点的再抠 你看我的这个路径 你看这还有呢 工作路径会有 但是我是为了图方便啊 就是在它抠完之后啊 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建一个盟板 它就会自动形成一个 这这种区域 对吧 我是为了图方便 你能哪种方法都可以 看我们刚才说到吧 皮肤 这个肤色改变 看我这儿有 这么多的这个选取颜色 都是为了改变皮肤 改变皮肤的这么一点点的色差 包括眼睛下面 对吧 这些都是 这些你们能看明白 我就先略过了 来 盖印图层 稍微的一个液化 把眼睛和嘴 稍微让它表情 表情啊 稍微的微笑一点 是吧 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一块 又重新抠了一下 把整个背景 杂法 修文 这个就是曲线 降宝盒 对比度 降宝盒 盖印图层 柔光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 包括我的这个公开教程啊 都是经常用的 就是怎么说呢 Ctrl Alt加2 选取高光 看到没有 选取高光 什么图层没得啊 选取高光 这个蚂蚁线啊 全都是高光部分 Ctrl C Ctrl V 把你的高光复制出来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你的高光图层 看一下 人脸就在这里 图层没什么意思啊 哦 对对对对 我傻了 刚才是从哪开始没有的 17 哦 对 抠图那边看到了 是吧 抠图看到了 那就是这个 呃 五蚊头发 开始 是吧 把这个图层17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 眼睛里边的血丝啊 修掉 我先把上面都关了吧 一点点来吧 一点点来吧 好 图层17 看一下眼睛的血丝 对不对 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把它画掉就可以了 干映图层 然后中性灰 把刚才血丝无法去掉的地方 用中性灰呢 把它剪淡 你的眼睛就完成了 之后 有一个 吸了一个颜色 看到没有 把这个肤色啊 画下 因为这个地方 有明显的泛青泛黄 和周围的这个 红润的肤色啊 不统一 哎 画完之后 柔光 选取颜色的 像这些啊 就是不断的把 周围这个颜色啊 让它趋于统一 你看怎样去做呢 红色减青色 包括黄色要减青色 因为红黄 加起来是橙色 就是我们皮肤上反映的颜色 那么现在这个皮肤 这个地方明显是泛青泛黄的 我需要在红色和黄色里边 相对的剪一些青色 在黄色里边又剪了点黄色啊 让它整个这一块 这个区域 看 这个区域 渐渐的和我们下面整个这张脸 融合起来 包括其他的眼带部分 都是这样 脸颊半张脸 包括鼻翼的下边 这些都是微调啊 微调起来 位的目的呢 就是 我重新 微调肤色 可能你们那边看的这个效果 不是非常非常明显 它的这个变化呢 是很微妙 非常的小 很小的一个变化 但是其实就是把肤色不断的统一起来 液化 干颜图层加液化 看到吧 把下面 把下面这一块 补充 补完 那么就是剩下就是 曲线加对比 简宝盒 亮度 对比度 加起来 以后 然后简宝盒 对 你们那边是看不到变化的 非常小 这个图呢 我下午的时候在群里边已经放出 放出去过了 就是为了晚上啊 上课前 你们有一个参照 你们自己下来以后 我看下的人是不多啊 你们要随时关注群的动弹啊 我做什么东西都会在群里边说的 你们如果现在手头自己下了这张图 你可以对比的看一下 我说到哪 你看到哪 这样非常方便 概念图层 看 说到这个了 是不是 人脸 选取高光吧 选取高光 Ctrl Alt加2 出现了这个蚂蚁线 就是你的高光层 Ctrl C加Ctrl V 复制出来 然后把这个图层啊 变为 柔光模式 为什么这样做呢 你看我这个原来的图层呢 也是这样走了一下 你变了柔光模式啊 会发现你的这个人像啊 对比度提升了 对吧 更清晰了 这种变化 而且非常自然 这个就是 选取高光 改变它的图层属性 为柔光的一个最大好处 之后呢 又有一些去宝盒 包括选取颜色 看 这也是非常微妙的 一个色调的变化 红色里边 减去阳红 是让这个 红色啊 变黄的一个 最直观的一个办法 为什么这样做呢 感觉圆图啊 这一块啊 有点泛红 微微的泛红 所以呢 在这里加了一个这样的图层 可选颜色 红色 减阳红 就是 加黄 就是去红 这种感觉 又一个 自然的饱和度 看 考虑到人的脸啊 还有你的这个脖子啊 是需要在一个 色调里边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 自然饱和度里边 剪剪你的这个脖子的 黄黄的感觉 把饱和度剪下去 啊 这又到了眼睛的地方了 啊 这一块我把眼睛画完之后啊 剪了下不透明度 我们看一下 在没有剪不透明度之前 是怎样的 对不对 怎样的肤色是一个健康的说法啊 商业人像的肤色里边是最继续发红的 这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如果修一个商业片 包括你下午给我看的那个 你那个两个那个对比图 那个女的啊 我是忘了说一句了 你的那个肤色啊 太红了 所有的肤色 写真片的肤色呢 是需要散一点这种粉嫩色 而商业人像的修图呢 宁可黄 不要红 记住啊 这是写真和商业的两个最最大的一个区别 包括婚纱也是 婚纱可能这个范围就更广一些了 因为你的这个片子里如果泛红的话 显得这个色调不高级 商业人像 所有的商业人像 你就去观察吧 所有的商业人像 商业人像的海报 你会最直观的感觉到是什么呢 都有一点点的一丝的这个去色的感觉 好像是他们这个颜色啊 都在我们正常的这个人物的肤色认知范围内呢 把颜色都去掉了一些 又加入了一些泛青泛黄泛蓝的这个颜色 商业人像的颜色呢 就是不需要饱活度很高 而需要怎么说呢 就是需要的细细节非常多 饱活度很低 这个到我们讲这个调色的时候啊 会跟大家说什么样的颜色更高级 什么样的颜色呢 更低俗 就是现在先简单说一下吧 高级的色调 为什么叫高级灰 对不对 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词 什么叫高级灰 那么从高级灰又衍生出什么样的色彩 如果你们真的是接触过 稍微一点这个色彩绘画的知识啊 在画画的时候 你虽然是有24种颜色 包括现在的颜料非常非常多 有什么有什么36种啊 48种啊 他们都是什么色啊 颜色越少的这个色调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画的这个 水彩笔画 对不对 只有12种颜色 12种颜色的色彩呢 色相非常明确 保护度非常非常高 就是它的色相啊 非常正 就是红 就是正红 绿 就是正绿 蓝 只有一种蓝 对不对 就是偏一种藏蓝色调 那么等你现在发展到现在越来越高级的时候啊 你去买颜料的时候 你就发现有26种的 有24种的 有28种的 甚至还有48种的 然后甚至还有现在有72种的 那么你就会发现 抛开这个12种色调之后的 这些眼神 出现的 越来越多的颜色呢 它是越来越发灰的 就是怎么说呢 它的这个色相呢 是越来越不正 就是红色啊 它不是 纯正的一个红色 它会偏一点点 比如说是 粉色 折石 然后再往后的走 对不对 橘黄 暖黄 它的色调会越来越 呃 色相呢 会越来越不明显 那么引申到我们这个摄影中 为什么说高级灰呢 你所有的颜色里边都加了那么一点点灰之后啊 你的颜色才是高级的 才是一个正确的 呃 这个一说啊 就又说一节课了 所以我今天啊 只能跟大家简单的点一下 提一下 到了我们修这个 呃 人像调色的时候啊 会有更详细的这个关于色调 为什么要这样修 究竟这样修 究竟这样调 是有什么样的好处 那么现在商业人像修图 我就告诉你 宁可黄 不要红 但是我说黄并不说是这种辣黄色啊 你是需要在红色的饱和度 呃 这个有这个正红色的饱和度之上呢 稍微减一减 红色的饱和度 你自己现在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美空 美空一些好的这个摄影师和修图师 他们会跟这个名人 对吧 和这些时尚达人合作去拍片去 你去看一下 包括一些特别明星的这个时尚的片子 都是这个颜色呢 都感觉是有点淡淡的 有一点高级灰在里边 这就是商业人像的一个色彩 取向的一个方向 对 美空可以看一下 然后现在说一下写真 写真是需要什么呢 写真其实颜色啊 也是有两个调子的 一个调子就是非常明快 就是我们经常见的一种小清新色调 对不对 非常明快 非常青春 非常洋溢 然后另外一种写真色调呢 就是偏一点点颓废在里边 其实也不一定是颓废 就像是日系的一些胶片色调 日系的胶片色调 给你的感觉呢 是对比度很低 是不是色相的饱 饱和度都会发生微微的变化 这也是另外一种写真的色调 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所有的不管是商业人像 还是写真的这个人像啊 所有的色调都是为肤色在服务的 你拿到一张片子 首先你要纠正你的肤色 你要把肤色定为什么调 比如说我现在是写真 我要定为一个偏柔美的小清新 那么我的肤色就是要偏一点点粉嫩 或者是偏一点点红 一点点红啊 不是很红很红的 那个颈部你下午发的那个颜色就非常的红 我记得我在群里边也说了一下 我说片子如果发红 就会显得这个东西脏 就显得皮肤不透 如果你现在是把红色的这个明度啊 稍微的呃 应该是纯色的明度 稍微提一提 那个片子啊就感觉干净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商业人像和 呃 日常的这个写真中啊 肤色的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取向 商业人像的肤色呢 宁可黄 不要红 好 放到这个人像调色 我们再继续说 看一下我这个眼睛啊 对吧 加强一下 加强一下这个眼睛 那么我这个眼睛画完之后呢 我感觉啊太深了 就是上边这个太过于黑死 所以我把这个不透明度啊降了一降 可能降了个百分之六十四吧 哎之后呢 才是我的刷光影那个图层 看到没有 我简单的刷了一层光影 甚至呢 在刷光影的时候啊 发现一些小瑕疵 把这个瑕疵啊 修掉了很多 你们看一下这个刷光影的头发啊 单独看一下 单独看一下头发 对不对 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头发的光泽度 加强头发的这个柔顺质感 这个图层很重要 这个图层其实是一个素材 看到没有 我只是把它成了叠加了 我现在把它正常 看一下 它其实是这样一张素材的 商业人像修图呢 在你修完之后呢 最后想要出彩一下 这个素材是离不开的 记住啊 这个你们呃 我今天就会把这个素材给你们 你们再把呃 先别用啊 先别乱用 你们再把这个人像啊 修得非常干净之后啊 再来上这个素材 上了素材之后 记得要用叠加 叠加之后啊 把这个不透明度 一般是控制 控制在二十左右 当然啊 你自己看一下 这张放到二十之后呢 你看你的暗部区啊 会显得非常脏 所以我记得 我当时调了一个十三 我们观察一下 有这个素材 和没有这个素材的时候 皮肤的一些变化 看 它会让你的皮肤的质感呢 在某些程度上呢 会有一些提升 同时又会把你这个肤色呢 统一起来 而不像刚才的这样 红一块 绿一块 青一块 黄一块 哎 这个是一劳永逸的一个办法 非常到位 那么之后呢 这一步是做了一个模糊 把周围的这个脸和耳朵后边 稍微模糊了一点 包括这一步 就是我前面经常说的 白色里边剪黑色 会提起你的高光来 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 看这里 嘴唇不擦 我只需要擦眼睛就可以了 我要的就是眼睛不黄 而不是说其他地方 把这个白色的高光提起来 那么继续 你看啊 为什么说嘴唇不擦呢 我来给你解答一下吧 自己观察一下 嘴唇是我们人脸上一个 最红的质感那里 哪个质感那里啊 对啊 我就说的这个黄色啊 就不擦啊 只擦眼睛啊 对啊 我来跟你说一下 嘴唇为什么不擦 我们在一张人像修图里边啊 人像的这个嘴啊 是你在脸上里边最红的地方 刚才我也说了 商业人像里边 硬黄不红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做的就是 统一整体色调 为什么擦眼睛呢 因为这个上去之后啊 你的眼睛是眼白是泛黄的 人是不健康的 我只需要把眼睛单擦回来就可以了 那么嘴唇 我还需要他这种乌精的色调 而不是说这种红润的色调 如果说你现在不加这个素材的话 我最后还有一步是会要在上面叠加颜色的 我要吸一个肤色的这个这个偏黄一点的颜色 把嘴唇沿的这个嘴唇的唇线这个边上于颜色 然后把涂层属性变为颜色或者是变为柔光 这就是为什么嘴唇不擦 而只擦眼睛的 好快速的说完这个东西 测向饱和度 这一步的测向饱和度 其实是说什么呢 在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眼角包括这些血丝 这些地方是有红色的存在的 那么就需要红色酱饱和来把这一块擦出来 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啊 拿到这个圆图之后 你才能几乎才能观察到这种颜色上一点一点的在修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继续有一个色相饱和度 是什么耳朵 目的是为了让耳朵的这个空间感啊 退的更远一些 看因为现在耳朵呢 有点红 有点黄 那么最直观的很简单 我们怎么办啊 色相饱和度全图 对吧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全图 全图再去掉 然后反向 单把耳朵的这个色相饱和度擦出来 就可以了 那这里啊 这个组一里边啊 这又如此多的这个选取颜色 其实还是有一些色差 呃 这一块你们现在不一定能看出来 来说一下吧 不一定看出来也能也得给你们说完这个东西 你看 沿着这个 刚才我擦的这个线呢 这些地方啊 其实是有一点点红色的存在的 我关掉这个图层 非常微妙 非常小 这种在在这个呃 黏暗交界线的这个地方呢 看有一点点红 你们现在可能也能看到 那么怎么去红 对不对 红色里边 简阳红 让这个脸的这个色调继续统一 包括于上边 这一块额头的这个色调 一样 有泛青 有泛黄的在里边 你们拿到这个图层啊 需要仔细的观察 不一定 现在你们能看到这个色彩的一些微妙的差别 但是啊 你们在看到我这个图层之后啊 呃 都能看懂 我的其实呢 哎 这个是啊 这个是黄色 看 无非就是 黄色里边 青色太多了 需要把青色和黑色剪一剪 那还有一个就是 无非就是这个肤色里边 红色太多了 红色里边的这个黄色剪一剪 看 就是这样 不不断的这种 细微的调整 让整个脸的肤色统一起来 啊 看这个图层32 就是我前面说的 我如果说刚才那个 看一下 我如果说刚才刚才那个嘴啊 没有加这个素材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一个偏黄的一个颜色 可能是一些褶石 呃褶石的色调 吸一下 可能吸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吸完的时候 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对不对 我可能是吸一个这样的颜色 来把嘴唇像画眼球 眼珠这样画完 然后呢 把这个图层属性 一 柔光 是一个方法 二 颜色 是一个方法 看我现在变为颜色呢 觉得他这个眼睛啊 太亮了 嗯 就算你稍微的把这个 不透明度减暗之后 他这个眼睛呢 看在整个的人像上面 还是太跳 看 没加颜色的时候 加了颜色的时候 还是太跳 显得不符合这个调子 所以我就把它变为了柔光 眼睛稍微柔和一点 对吧 但是又不像原来的这个眼球 瞳孔 没有这样的颜色 欧美人嘛 稍微眼睛散一点这个蓝宝石的感觉 这样一张图呢 其实就是我前前后后啊 不断改来改去 包括一些微妙的细节啊 在做 在修 那么最后你们拿到的那个图层 可能是没有这个改 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呢 就是今天要说的 就是说 要加强五官的细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改 在做了什么 我没有做这个中信辉 我是直接建立了一个空白图层 然后呢 在上边啊 做了一个改 你们简单看一下 我的这个柔光图层是做了些什么 看是否 你吧 这里是简单 对吧 简单 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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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个 包括这儿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哎呦 需要看一下 有些是没用的 刚才点了一下那个out键 又扁了一下下边那个 呃 中信辉 所以这一步就全都回不来了 这个是没用的 对吧 仔细感受一下 有这个改和没这个改 眼睛和颧骨 包括鼻梁骨这一边的这个光影关系 看啊 现在是没有加这个改 是这样一个感觉 加了这个改 是现在这个感觉 再感觉一下 对吧 是不是就会感觉到这里的光啊 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呢 原原原原来这个光的感觉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没有这么激烈 很柔和 那么加了一个改之后 马上脸上的这个光呢 你就感觉 如果是这个 呃 对 是有层次的感觉 如果前面呢 人的这个是周围有一个环闪 环绕着一个灯 再从左到右这样转 转到你正面的时候 现在这个改呢 就是更加的让面部 包括眼睛 颧骨更加的立立体起来 那么说完这么多啊 我把它存一下 把它存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个眼睛呢 我们今天继续的把 眼睛 嘴 哎 鼻子 眼睛 嘴 这三个比较 怎么说呢 要到什么境界啊 要到你中性会达到100张的时候的境界啊 没有100张看不到这样的细节的 当然如果你们是拍婚纱啊 包括写真的时候啊 呃 不一定是需要去这样去细修去 如果说你有一张人像 包括你的婚纱内景人像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学到的用紧去修一下 自己感觉一下 因为我觉得拍婚纱也好 拍写真也好 这个游戏外景多的啊 是不太会用到大面积的这个中性会的技能的 但是我这个东西还是要交给你们 你们如果对中性会修图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天天闷 闷在家里边修上那么100张左右 然后你就可以出师了 看我先先来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眼睛 一步一步画完的对对吧 这个眼睛 就是我为什么说要用改了这么一下 看这个是没有改的 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眼睛 如果说用画来表现眼睛的话 你明白 这儿 是不是 简单的 这儿 简单的 这儿 加深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有毅力啊 做上100张中性灰给我看的话 你的这个质量啊 绝对是提升到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所以我在开课前啊 就说了 中性灰没有任何技术衡量 难就难在一个实践和一个面部结构转折 原理非常简单 原理有可能就用10分钟一说 你就明白了 对吧 难点就是在于你的大面积的实践 这就跟拍婚礼跟拍一样 你拍婚礼跟拍 感觉也很简单 是吧 我拿一个50头 拿一个2470都可以去拍 但是没有100场这样一个婚礼经验的话 你是出不了事的 成为不了大事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眼睛 重新回忆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课程 眼睛的结构是怎样往上翻的 对不对 稍微努努力啊 未来的你啊 就会非常感谢你今天所流的汗水的 看一下红线的部分 全都是由内向外这样翻转上来 翻转上来 翻转翻转的 这个红线是有问题的 这个红线重新来 如果说从这儿的话 这个红线应该是这样往起翻的 看到吗 然后靠近眼角的地方才是这样往处走的 那么由于如果这儿看 假定一个光出现了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整个高光区域 对吧 往下转 暗部区域 中信辉为什么说是如此简单 但是有所成就的人是非常少的 就是由于过程啊 非常的枯燥 能够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你如果真的能够坚持下来 那么你欢迎加入中信辉 大师行列 好吧 看光过来了 这儿有转折 对吧 转折 下面就是一个阴影的区域 那么反映到我们的人像上的时候 中信辉如何加光影 光影最后如何体现你的体积质感呢 简单 加深 然后沿着你的这里的这儿 这儿有一些加深的 我们之前这儿讲过这一块结构 对吧 因为上边有煤宫的一个骨骼支撑点 下面有一个颧骨的骨骼支撑点 那么中间的是什么都没有太阳穴的这一块 你的人皮肤披上去之后 中间必然会有一个塌陷 那么这个塌陷怎么表现呢 就是说我这个地方 眼角延伸出来稍微的加深一点 加深完之后 马上就转到一个下边的颧骨支撑点 这是高光区域啊 对不对 说的都是和我们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 看放在眼睛旁边吧 我们就按照这个理论和这个加深简单 稍微的改一下 稍微的一个改动 看到没有 眼睛马上就和你下面这个颧骨的这个面 就分开了 就马上是眼睛是伸进去的 眼窝是伸进去的 而湄宫和这个这一块 有一个一前一后的感觉 到了颧骨 颧骨又是凸出来的感觉 然后再到太阳穴 这个地方是凹进去的感觉 再感受一下 包括你的左眼右眼 都是这样的感觉 那么看你们 你们可能也会观察到 鼻子也有一些变化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完这个 来整体看一下 眼睛是怎样出来的 多多了解一下 它结构是没有坏处的 看类线 首先 存在 眼皮 你记得 不管是单眼皮的人 还是双眼皮的人 它都会有这样一个空间来存在的 你不要说人家单眼皮就没有这一层 是有问题的 看 这样一个空间 你在修图和摄影的时候 一定要表达到位 为什么说你在拍人像时候要打一个板呢 这个板是干嘛的呀 尤其内景 除了给眼神光以外 还有一个目的 你眼神光 眼神光 给到眼神光之后 你的板的一个反射就会反射出你的眼简 下面的这个空间 如果你没有这层板 你光靠闪光灯的话 那么你如果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你经常会把这一带拍成黑死 眼睛 眼神 没有光 这是前期的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说前期要打个板 他并不是说是疯了 平板无故 就为一个眼神光 而更多的是需要出现下边这个空间断层 而有的一个反光 连前期也告了你们了 你们以后拍摄的时候 就是让你们射住 打板时候要注意了 别光给我打出眼神光 我要眼睛下边的这个空间 对不对 你稍微让他板斜一点 以这样的反射上去 马上就看到眼睛下边这个部位了 同时你的眼神光还存在 对吧 好 了解完眼皮的这个结构 为什么要这样 说完上面没有说下边 好 下边 看 表现出这个平台来 一定要表现出来 这样你的眼睛一上一下 这种结合起来 才有一个厚度 才会有一个空间感 我们摄影摄影 为什么说经常有的人的片子非常好 而有些人的片子就跟纸片一样 那是因为你没有拍出空间感来 来 继续往下 看 加上眼球 加上眼球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加上眼球之后 我为什么这样会画的这样一条线呢 是因为我告诉你 眼球啊 非常大 眼睛在里边的眼球可能占这么大的空间 那么这根线就代表了眼睛的一个弧度 而一个纵面就是这样 它也是有一个弧度 往往经常我们这个眼神高光点呢 就是这两个 纵面和横向面交叉 交叉了这个点 就是一个高光点的存在 明白了眼球 加上眼球之后 那我们就开始简单的要加入光影了 前面说了 这有一个转折 对不对 你不管是这样转出来 还是这样转出来 你这都是有一个 湄公的一个高光带的区域 都是在这 继续往下 就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是不是 不断的完善你的眼球 看这个 上下两张图的一个最大区别是 眼球 这个眼球是平的 眼睛是死于眼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经常说死于眼呢 眼睛是平的 就跟贴了一个东西上去一样 那么下面这个眼睛 好 有了球体的光泽感 看 这儿是一个次高光区域 而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光区域 那这儿还有一个眼睛的反光 你可以经常观察一下玻璃珠 玻璃珠受到光照以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而我们眼睛和玻璃珠最大的区别是 瞳孔内会有这样 这种这个发散的这种物质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这是眼睛和玻璃珠一个最大的区别 其他的是没有任何区别了 你可以看一个猫眼石 猫眼石在这个灯光照耀下非常漂亮 就是这种眼睛的这个通透感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快速的回顾了一下眼睛 那我们之后来再看鼻子 鼻子为什么我刚才是 看一下 我们先忽略什么 来看一下 鼻子上 我的鼻子刚才为什么是有这种特别微妙的变化 观察一下鼻子 看啊 鼻的这个高光和鼻子侧面这个面 包括和鼻头的高光发生了一点点变化 是不是鼻翼的高光出来了 而这一片的这个高光的让我给干下去一点 就是阴影加强了 同时强调了一下鼻头的高光 看 递进感就有了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观察一下 看一下 鼻子 经常你们说 上次有同学问我 鼻子下边不会处理 那么今天啊 就完全告诉你鼻子下边怎么处理 一步步来 首先呢 你看我是用线来表达的这个鼻子 对不对 用线表达鼻子就是这样 看 为什么这会有一个节点 这是一个鼻骨真正的存在 下边 到了下边 然后鼻头 对不对 鼻头 就是这样 鼻翼 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立体结构来表达的话 你们看啊 就是这种感觉 就和你的那个烟道或者是你的那个通风管道一样 对吧 这儿进气通风管道达到这个地方之后 会有两个方向的分散 一个朝左 一个朝右 就是我们两个眼睛的存在 对不对 这下就非常明白了吧 大喇叭的一个出口 好 如果你不断的把中间这样细化 看中间呢 它我们第一个结构时候 这是一个T形的一个大面结构 到了这边时候 你把T形中间分开 分开一下 然后两边会产生一个斜角的存在 就是你的左右鼻孔 就要这样发展出来了 如果说再用细化的一个线来表现呢 就是上面这一块是很硬的 而下面这一块 就是鼻头这一块是很柔软的 就是一个圆球形 看下面方的圆的 这里卡的这两个点 就是我们的鼻鼓 我为什么要这样卡一下 男人的鼻子 很多的时候 男人的鼻子下来之后呢 这里啊 你可以适当的稍微卡 这么这个地方一下 然后再往下才是我们一个鼻头 这样一个存在 好 把这个恢复起来 方的圆的 明白吗 方的这一块 你不需要记 也不需要怎么表现 因为尤其女性男性啊 就是在画画上才会这样表现的 在顺上呢 没有太多必要 你只需要理解到 这儿为什么方 这儿为什么硬 是因为真正的鼻鼓 在这个地方 顺着鼻腾鼓下来 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什么呢 鼻头 看到了吧 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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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圆套在一起 硬 软 一目了然 来看一下 上了光影之后的结构 对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理解为明暗交界线 因为从这儿上去之后 就会达到你的眉光 看到啊 从这儿上去之后 哎 怎么啊 上去 看到没有 顺的就是你的眉光 非常自然的 顺的就是你的眉光 那么整个这个区域 就是一个暗部区域 同样的 其实这 这个区域啊 它也是一个暗部区域 只不过这个量级啊 是比它轻那么一点点 呃 我先把视频的那个录像啊 听一下啊